大火引起了三个火警警报 火灾从六楼的公寓开始 火势迅速蔓延到其他四套公寓 消息称火灾发生时 公寓里的居民快速疏散无人受伤 火势在两个小时之内就被控制住了 消防局表示三名消防员需要治疗轻伤 但没有平民受伤 其火原因正在调查中 今年9月法官判处她21个月的监禁 罪名是与一名15岁的女孩发生性行为 这位名誉扫地的政客还被处以1万美元的罚款 一旦她被释放 韦娜将接受性犯罪治疗计划 今年5月安东尼韦娜被指控 向北卡罗莱纳的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发送淫秽信息 丑闻完全毁掉了她此前的政治生涯 这一判决同时结束了她与希拉里克林顿的助手 胡马阿贝丁的婚姻 韦娜的丑闻也同时对去年的总统选举产生了重大影响 FBI在她的笔记本电脑上发现了电子邮件 以证明重启希拉里私人服务器的调查是有必要的 当事警官韦恩·艾萨克斯在周三出庭作证时显得很有信心 他声称自己是在自卫 韦恩·艾萨克斯对陪审团说 他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当德尔罗恩喊叫着我要杀了你 跑向自己的车时 冲突就开始了 被告的辩护律师斯蒂芬沃斯说 是德尔罗恩先生选择把这变成了一场暴力冲突 这一事件发生在2016年7月4日 当时艾萨克斯正在沿着大西洋大道驱车去烧烤 根据空方证人的说法 这位下班的军官截停了德尔罗恩的车 但艾萨克斯告诉陪审团 事实并非如此 艾萨克斯说 我开车的时候车流量很大 他说在德尔罗恩穿过驾驶室的窗户 攻击自己面部之后 他开了三枪 艾萨克斯表示 当时以为自己快死了 但 当德尔罗恩走进汽车时 立即被击中 调查期间 陪审团问及艾萨克斯 可不可以选择不开枪 比如卷起他的窗户 或大喊警察不要动 当被问及为什么他没有开车时 艾萨克斯说 这不是一个好的决定 德尔罗恩的弟弟维克多邓普希说 今天可能是这次审判中最糟糕的一天 听着他的身影 看着他站在那里 掩盖他所做的事 警方找到一名 遭到保姆绑架的布鲁克林六岁男孩 调查人员说 他们今天早上发现了被绑孩童和他的保姆 这位六岁的孩子目前在医院 但情况良好 有消息称他患有自闭症 与此同时 保姆Emmanuel Klaho被警方拘留 当局说他是男孩妈妈的朋友 过去曾做过保姆 有犯罪背景 之前应持有毒品而被捕 昨晚 Klaho没有带孩子回家 孩子的母亲报警 称孩子失踪 警方仍在调查这起事件 马里奥5日拿着一篇白丝毫 涉嫌腐败的报道表示 周二7日的选举是结束这类新闻上头条的机会 而且这位市长真让纽约人感到尴尬 报道称 雷克尼兹是麦蒂逊大道移动建筑的持有者 雷克尼兹曾支付了超过7.5万美元的罚款 以解决非法使用中城东区的这座公寓大楼作为酒店 但在雷克尼兹给白丝毫市长捐款10.23万后 纽约市称没有发现该酒店有违规行为 也未对其罚款 从2015年2月开始 纽约市街道十九宗关于雷克尼兹的建筑 被用作非法酒店的投诉 纽约市对此进行了调查 但表示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有违法活动 并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处罚 马里奥称这似乎是达成了某种协议 白丝毫竞选发言人丹列维坦说 周二的选择是在降低犯罪率 提高工人工资 创纪录的提供保障性住房的白丝毫市长 与两名共和党 并且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对于改善纽约市还没有什么真知灼见的人之间进行的 这两名共和党人指的是 马里奥与独立竞选人迪特尔 消息称周日晚上9点在李士满大街和阿克伦街附近 一名值班警官试图过马路 一位目击者表示当时车速很快撞到了他 他的身体重重地摔在地上 很快救护车和警察就都来了 另一名目击者表示看到女子的身体在地板上 当他们拖起她的身体时 她的头上有血 她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这名女警被紧急送往李士满大学医学中心 肇事司机没有逃逸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纽约市曼哈顿华布的下东城的Grand Street 我们可以看到 庶民民众聚集在这里为抗议James Cohen艺术展 在华布以糖衣炮弹的廉价形式 展现对中国文化的种族歧视 上星期 华布艺术队在纽约曼哈顿下东区的James Cohen画廊前 举行抗议 谴责艺术家Omer Fasson展览设种族歧视 近日位于下东区的James Cohen画廊引起了不小争议 其原因是该画廊使用了滑布常用的小商户式装修风格 打掉原本的玻璃木墙挂起了塑料布招牌 远远看去还以为是某家店铺 画廊前台是贩卖廉价手机壳和手机贴膜的柜台 墙壁上挂着破旧的空调 电扇 还随处可见修补的痕迹 上百民众在画廊外聚集 有举标语高喊口号 情绪激动地指责画廊种族歧视 画廊艺术队抗议代表Mansi Kong表示 该画廊所展示的装饰风格 只是艺术家个人认知中的滑布小商业形象 与滑布文化不符 也是对华部居民的一种侮辱和歧视 因为这个展示的展示 也认知中的泥 我们说这并不认为社区的影响 而且这并不尊重于社区的社区 和社区人士 和人所建立的中国市 已经150年了 曼西康还称,最近越来越多的画廊出现在下东城,以至于租金悄然上涨,是社区贵族化的帮凶之一 他们还呼吁艺术家不要成为大规模搬迁的武器 而James Cohen画廊则使用大厅内的显示器进行了回应 画廊业主Omer Fashion表示,这里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空间,只是一个临时的展示区 他们希望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融入社区,却发现是一个失败的尝试 对于今天的抗议活动,社区民众却是褒贬不一 因为我本身也学艺术的,所以对于这个活动来说 艺术这个不分什么Resis或者是什么别的,只是一种艺术想法的体现 他只是希望把中国和德国的两种文化进行一个结合 而且他是在Chinatown里面租用的这个画廊 所以他在那个进门口安排中国那些文化,就是那些所谓的Resis那些文化 我觉得是对于我来说是可以能理解的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现在这些反对的人有一些过激吧 华尔电视,于千惠采访报道